像是我媽媽 就是已經中風十幾年了 然後都一直躺在床上 然後後來有一天 在去年十月的時候 她就開始覺得 為什麼我爸為她吃東西 或者是怎麼樣 她都吃不下去 都一直在吐 然後我們就想說 那可能是胃那邊 可能發生什麼問題了 然後我們就趕快去藥房那些 然後就是買胃藥來給她吃 結果後來稍微好了一點之後 又來了 可能就是一餐沒有吐之後 又開始一直吐 一直狂吐 然後後來我們就想說不行了 就是大概三天左右 我們都給她試過 但是都一樣都沒有好轉 我們就把她送到醫院 就是急診到醫院裡面去 然後送到急診也是一樣 那個醫生他也是說 你這個可能就是胃的問題 可是我們現在人有點多 不然這樣好了 我先幫你們安排住院 然後我們再排胃鏡的時間這樣子 後來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剛好有一個 比較資深的主任醫師 就經過還是什麼 他就來問一下我媽的狀況 然後就我們就有跟他講說 他吃東西一直吐 然後給他吃藥 也都沒有好轉這樣 然後他就摸摸他的肚子 他說 他說你這個不對勁喔 你這個應該 可能要趕快先再做進一步的檢查 要趕快照相什麼什麼的 然後結果一照 不得了了 他說你這個要 你這個已經是裡面有一個 很大的那個瘤 長在你的腸子 你是大腸癌 已經末期了 然後我們就說 末期大腸癌 是不是好突然喔 從胃然後變成大腸癌末期耶 而且現在要緊急 送到手術房去開刀 他說你如果現在 不立馬開刀的話 你這個東西你沒有辦法吃 也沒有辦法排泄 你就是等著這幾天 就是體力完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維持生命 所以要立即趕快開刀 把那個瘤 我至少先拿出來 他說那個瘤是大到 已經堵住整個腸子 那一天當天就立即開刀 然後醫生就跟我們講說 那我媽媽這個發現 然後可能就只剩半年的時間這樣子 那做這個緊急的手術 也只是讓她可以 暫時維持生命這樣 然後後來 就從10月2號那時候開刀 到後來其實沒有到半年 我媽媽就有一天就是 在1月底的時候 然後就這樣走了 對啊 而且那時候其實醫生 還跟我們講說 你們要趕快就是幫 看你們家裡環境還OK 所以你可能就是 不用到安寧病房 你就是在家照顧病人這樣子 然後那他到後期的時候 他可能會很痛苦 因為他會很痛 可能要到打馬飛 或者是一些機器 要維持住他的生命 那個醫院才有 那你留在家裡怎麼辦 對啊 我們那時候都去借好了 我們買了一個那個就是 可以就是起來的床 就跟醫院一樣的 就安寧的東西 對 然後還有氧氣機 發現了這麼突然 很突然 可是我們就只好安慰自己說 至少我媽媽後來 沒有像醫生說的 因為他是已經整個擴散 腹膜炎 然後到肝 到齒膜 他說他眼睛會變黃 然後整個身體會很痛 裡面的東西就是 都會讓他不知道 已經是哪裡在痛 然後他會很痛苦這樣 那還好最後他至少沒有很痛苦 只是有真的蠻突然就走了 那些針針你們幫他打 還是請專人打 那個他其實沒有到要打針 他都是吃止痛藥 他就覺得OK了 然後他要走的前三天 那個就是醫生還有到家裡 就是會到家裡來看的 那個醫生的那個團隊 還有來看 然後還量了所有的東西 都很正常 那算沒有辛苦到 沒有辛苦到 因為真的就是 連後來我媽走了之後 那個就是到家裡的醫療團隊 然後還有復健師什麼 都陸續就在打來說 在什麼時候安排下一次的時間 其實晨曦講的 這個是現在安寧治療的新模式 因為安寧治療 其實現在一床很窮 在醫院的安寧跟家裡的安寧 有什麼不同 沒有 那個其實差不多 因為安寧治療 它主要就是止痛為主 然後不要做積極的 它主要是止痛 可是我們現在止痛針 不一定要用打針的 也有貼的 也有吃的 如果吃的不行的話 比如說有些人 他到後期他吃不下東西 就用馬肺的貼劑就好了 可以用貼的 另外養肌肌可以租借 那個床折疊可以 另外就是萬一真的吃不下 因為有很多那種末期的病人 他其實都有人工血管 我們會教病人帶那個營養針 有沒有 一帶一帶白針 自己去 自己每天打一帶 自己每天也打一帶 可以維持你的體力 家裡人 其實他們有做過研究 就是這種已經在 慢性臥床的病人 他們放在醫院 放在安養中心 跟放在家裡 誰的壽命活最久 都是放在家裡 他們發現 那個你送到那個安養中心 其實很多大概說 半年之後就過世了 可是放在家裡 其實要是那個 擔心的是說一些 比如說有三個管子要怎麼換 那如果有一些突發狀 可是現在他們做得非常完整 就有居家團隊 就到裡面去幫你換 鼻胃管 換尿管 然後還有什麼 那個復健師會去幫你 因為怕你臥床太久 會瘦瘦 那這個已經都非常完善 那最大好處是你在家裡 可以看到你家人 很熟悉的環境 那更佔的是 沒有細菌感染 你知道嗎 我們在醫院 在越複雜的地方 那個細菌的抗藥性是越大的 那你到家裡即使得到一個肺炎 我們講臥床的很容易得到肺炎 因為不會科痰 可是得到肺炎 它的細菌是那種比較好殺 沒有抗藥性的 可是你如果是在醫院 或說在那個安養中心 有時候的那個 病菌比較多 病菌非常難殺 可能一個肺炎就敗血性休克 就過世了 所以洗腎的也可以有經濟基礎 自己買一台再加血 洗腎的 去家治療 現在有訓練 就是在那個自己練習 自己打樓館 打樓館之後 他們就連線 連線完之後 那個就是 如果說家裡有什麼 有什麼那個異常 他會傳到那個 一個電腦裡面去 他會打電話叫他們家屬來學 不過現在台灣還沒有這種血液 就居家血液透析 可是現在如果你真的是要在家裡 自己做治療 這叫腹膜透析 你可以租一台腹膜透析的機器 然後晚上就一邊睡覺的時候 它現在是自動的 就機器換 它會幫你換藥水 然後起床的時候 它就洗好了 這個就是一個月回醫院一次就好 可是血液透析 你要一個禮拜要三次去醫院 由醫護人員來照顧 其實醫學一直在進步 但是我總覺得在居家是 其實是一個很棒的 如果有些慢性病 在居家照顧 因為聽到安寧可以在家 那洗腎也可以自己在家 比較貴一點 慢慢的都可以了 剛才有很多陰錯陽差的案例 我來講兩個 其實都有福報 那我們常常講說 健檢健檢 要定期 事實上很多病人或是民眾 其實他都是有症狀才回來 那我們舉一個例子 他是 更年期後的出血 女生更年期就乾淨了 然後她朋友出血 那女生常常要看婦產科 要做檢查就會變變扭扭了 然後就找姐妹淘一起去 就有出血的沒事 陪她去的那個被檢查出來 因為想說就一起檢查 檢查出來就是 子宮頂來的第二期 那我們 癌症就一二三四期 到第四期就是已經 幾乎 第二期跟第三期就是很尷尬 就是在介於能不能根治 能不能手術的 結果她檢查二米 簡單講就是她如果再拖 因為她那時候沒症狀 所以一定 等她有症狀在做 大概已經就來不及了 後來她手術完根治了 就沒事了 所以她非常非常感謝 她那個有出血的朋友 把她拿去了 那第二個案例是一個警察 這個警察他是刑警的 他就是放假 因為他住家附近有些廟 然後在做一些工程 他去幫忙搬石板 結果搬一搬把手指頭砸斷了 那你就知道警察已經刑警了 他就是開槍的手 砸斷他就很歐啊 因為他就要請家 包括他的工作要可能 我們就勸他 反正這個 那因為手術 這個東西叫手術 雖然是一個小手術 還是要做一些手術前 麻醉評估嘛 要做心電圖 照X光 結果SY一照 會種砸斷 對 看到會種砸斷 我們就知道 這個真的是冥冥之中 是神明在之裡的 當義工砸到 砸到手還會骨折 那個肌力算太低了 對啊 明明就幫廟做好事 怎麼會這樣 這個大學的沒位 對 他是肺腫瘤 我覺得那個肺腫瘤是很小 是一定不會有症狀 你不做健檢是檢查不出來 是查不出來 其實自從我們國家開始健檢之後 這種事情很常發生 因為現在只要到門診 你年紀只要符合 那個單子都是自動跳出來 就會提醒你去做 就一定要去做 所以之前我們也是一個60幾歲的阿公 他也來是看其他的毛病 結果我們就跳出來說 不好意思 阿公你符合國健局 去篩檢那個糞便缺缺鹹的那個 請你去篩檢一下 他說他兒子陪他來 結果他出去的時候 他就跟他兒子講說 我常常都便秘 他們突然叫我驗大便 我現在又搭不出來 他回家之後 裝完之後又再送了 他覺得太麻煩 不然你去大一下好了 他叫他兒子去大便 他就說好 算了 他兒子就說 他剛好也想大便 就去裝一下 就送去 就當作他爸爸的解謎就送去 可以這樣 對 就送出去的時候 竟然糞便缺缺反應是有的 所以後來就寄報告 寄到他家裡去 家裡去說某某某先生 你那天來我們醫院檢查的 那個肺炎檢查是有血的 請你回來做大腸鏡 他爸爸收拾他講說 這不是我的 他就跟他兒子講 他就說奇怪 那天是我的大便 我真的有全血反應 不然我去做一下看看好了 他去到那個醫院的時候 那個醫生還跟他講說 你沒有看到你的報告 不是你啊 他就跟那個醫生講說 那個其實是 是 是我 這是病人的 幫他排大腸鏡 他還真的 超誇張的 四十幾歲 沒有家族的大腸還第二起 就我跟我老婆 還沒結婚之前 那有一段時間他住我家 那因為我們家比較潮濕 所以他經常就會覺得 那皮膚癢 他就會喜歡去抓 我都一直跟他說 你不要抓 你不要抓 因為抓破皮 怕會感染什麼的 結果他就真的抓一抓 有一天 我突然看到他的腿 他那個抓破皮的地方結痂了 但是結痂的形狀 跟我們一般想像的不一樣 它是一塊 深黑色 然後圓圓的 然後還往內凹 我就覺得這不對 這會不會有可能是蜂窩性組織炎 或什麼樣的 已經變得很嚴重 而且他不只一個洞而已 他還有兩隻腳都有 所以他有好幾個地方 都已經是抓破皮 又結這種很奇怪的夾 我後來趕快帶他去看皮膚科 那皮膚科檢查了之後 他說說這已經是有點出奇 那個蜂窩性組織炎 還什麼的感染 蠻嚴重的 才會有這種狀況 好 那醫生就 皮膚科醫生就看一看 他說我準備要幫你開藥 那他開藥之前 他們會有一個習慣問你說 你有沒有懷孕 你有沒有懷孕 因為女生嘛 他們要看一些什麼抗組織胺 還是什麼抗生素之類的藥 後來我當時 我當時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說 不確定 可不可以驗 然後醫生說 好啊 那去驗一下好了 那你就在現場等 然後我老婆就去 那時候我女朋友就去驗 結果一驗 沒想到皮膚科醫師 隔一會兒走過來的時候 恭喜 懷孕 皮膚科醫生都會講懷孕 我永遠記得妹妹你知道嗎 那個因為好多人走來走去 你沒看到表情 他不是很開心嗎 這個就是結婚的原因了吧 這就是結婚的原因 對 好吃 也是好吃 也是好吃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